下面我们接着就要介绍一下 扶靶的要求和扶靶的作用 因为我们往下很多动作都要借助靶杆来进行 作为靶杆的作用 第一我们对于初学者 我们可以借助靶杆来维持重心 来掌握身体的平衡 避免在支撑困难的情况下 而导致错误的动作和用力 第二靶杆它也是起到一个循序渐进的作用 就是说在我们训练当中 从靶杆到中间这样一个规律 这样一个热身的过程 使我们训练更有效更科学 下面我们就谈一下如何扶靶 作为靶杆的高度 应该是 与它的 肘部保持90度曲的情况下 与肘部保持平行 这是最佳的一个高度 因为靶杆过高 容易造成端肩紧张 过低 容易让它失去重心 影响训练的效果 所以最好的角度 还是和肘 在90度弯曲的情况下 保持平行的状态 扶靶呢 应该分为双手扶靶和单手扶靶两种 好 再转过来 现在我们讲一下双手扶靶的要求 双手扶靶的时候 身体与靶杆 要 相隔 一尺 大约一尺的距离 腕部和肘部要自然下垂 双手要轻轻的搭在靶杆上 不要把你自己的重量和力量全放在靶杆上 这样影响你做动作的质量 它只起到一个借助靶杆的作用 手指尖呢 要向两旁稍微的打开一点 也是25度 随着你胳膊的方向 下面我们讲一下单手扶靶 单手扶靶 手要向前45度 也一样 要轻轻的搭在靶杆上 单手扶靶的时候呢 最容易出现 手过于往前 造成重心前倾 过于往后 容易舔胃 同时造成重心向后靠 另外还有一种毛病 也容易向靶杆里边倒 倾倒 把重量都放在靶杆上 这样都是不对的 应该在锤尖 扩背的基础上 手望前45度 胳膊肢轻轻轻的下垂 胳膊肢轻轻的下垂 胳膊肢轻轻的下垂